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來自台灣 今天我要講講 《歐克末的力量》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概在台灣目前有一個叫做 台灣建築資訊模型協會 TB INA 我在協會擔任秘書長 另外我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地產集團之一 國泰集團裡面的 和施工團隊的一員 此外我們有經營一些 在台灣做一些Dynamo的推廣 個人資金的項目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比較大的曲面建築物 譬如說像是 這個是花博 這個的話是在 高雄Mekano的一個 藝人展中心 其他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項目 平時也有做一些在做 病的政策的推廣與分析 這是一個Dynamo Youth Group 台灣我們專門在討論Dynamo技術的部分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跟AutoCur的技術經理 OVA跟33 他們一起合出了一本叫Dynamo的 一個基本的教程 在內陸那邊去做發行 其他就是一些Dynamo的推廣的活動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看到病這件事情非常的美好 它解決我們行業間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病這件事情的開始 它是希望說 把離散的訊息 在以前CAD的二維圖裡面 各自離散的訊息 我們集成在一個病的model裡面 去讓它這個訊息是統一的 一級為一 全級為一的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的病 model裡面 產出我們的二維圖 我們的算量 或是我們的4D Cost等等 但相較之下 在病去加入我們的流程當中 它產生了非常多的gap 這些gap無形中也增加我們 在於Cost 以及時間上的浪費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的從業人員都在 二維圖CAD 在3D的rabbit 以及在Data Excel裡面 不斷地在做訊息的交換 在做訊息交換的部分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很多時候我們把非常多的時間 耗在我們的modeling裡面 造成我們的join這些部分 其實沒有辦法有一個好的產出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些方法 可以提升病的效能 把病的效力提高 把病work的部分提高 然後相較之下 其實在傳統病裡面 我們的病的cost的部分 也會隨著我們work提高 如果我們有辦法 可以把病的效能再提高 把cost再下降的時候 我們的病就更有powerful OK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譬如說這是在做翻模的部分 把一些二維圖 直接建立到3D的模型上面去 像這個也是一樣 在翻模的部分 把樓板的部分 建立到3D的模型上面去 這個東西它其實是涉及到 一些視覺辨識圖型科學的部分 或者是把一些我們講 房間的數量 粉刷的訊息 我們直接把它轉移到 轉出到ECL來 這裡面就涉及到 也是一些圖型的判斷 雙群bus 一直curtain wall 這些的判定的部分 或者是說我們在做一些 大型的帷幕的有理化 集合的分析 以及它的製造板片 我們把整個帷幕牆整個 在Dynamic裡面攤平到地面上 而且去探索它的製造尺寸 是否符合我們的製造需求範圍內 或者是說我們在地形上 做一些Sea Ball可以做的一些蟹水 然後把脊髓井放上去 製造水溝 或製造混凝土管 到最後去做標定 以及匯出到ECL等等的過程 其實我們能用Dynamo去處理它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主要都會 用Dynamo去取代我們過往在二維圖 三維圖 以及一些匯出的訊息上的運用 那接下來我會照用一些影片來播 來跟大家報告 由於非常會的 可悄的 每個rap 我拍照 就可以到處理一下 用Dynamo 你會做的嗎? 你可以讓我們是籌廢 而有更快的 詞曲 李宗盛 這是一個分析的成果 成果之後我把所有的訊息 以Detail Line的部分 返回到Ribbit裡面去 我先把這個成果整個去解除掉它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地形的最大外界範圍 就Bunking Bus的部分把它抓出來之後 去開始決定我們要分析水紋的一個點 的密度 接下來把我們分析點的部分 我們Object投影到整個我們的表面上面去 然後再把它的區塊的Circle的部分 也投影上去之後 我們再去找出在那個區塊裡面的最低點 然後再當作我們的一個洩水分析的方向 最後就會呈現它從這個每個圈圈 找出它最低點的範圍之後 去找出它洩水的方向 同時我們把洩水的坡度如果是2度以下的 就是綠色 2度以上是紅色 2%以上是紅色 1%到2之間是藍色 1%以下是綠色 它就可以幫我們分析說這個坡度的緩和與否 那整個我們把洩水分析關閉之後 整個洩水的部分就已經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交給做建築設計人 去做後續的運用跟判斷 或者是類似像這種運用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在一些像香港或台灣 就是空間比較狹小 我們有一些在做地下停車的需求的空間的話 的區域會比較需要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我們的客服 去訂出我的一個車道的軌跡線 我先把點的過程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車道可以從1樓到2樓 那進入Dynamo的計算之後 我們現在呼叫Dynamo出來 好 接點這邊我就可能就時間緣故 我們就不加於說命 我們直接來執行它 我們從1樓開始計算起 然後順便我們要把放樣的資訊 寫回到一個Excel去 所以整個跑完執行之後 它第一個會把所有的放樣點都寫出來 每一段的放樣點 SY的軌跡都寫出來 第二個我們返回到Rabbit裡面去 它已經把我們車道的3D的模組已經建上去了 而且這符合一個學律漸變的方式寫上去 好 那在一個車道我們建立完畢之後 我們要去考慮它的結構的部分 所以剛剛的部分 大概我們把車道的板已經建立起來之後 底下這是它車道量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要展示說 我如何用Dynamo運算把車道量整個貼附上去 而不再用手或人工的方式去一個個放置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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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執行關閉之後 它已經把整個量直接服貼在我的樓板正下方 比如說接下來過往不論怎麼做一些車道的變更 其實我設計起來都會非常非常快 再講一個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結構空間的示範 那我們已經把結構都做好 那同時這時候我已經把Excel裡面的房間的信息 10DB的訊息 我已經把它寫到我的Rabbit裡面去 它的Data已經寫進去了 那如果我們要做一些室內裝修裝修的模型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過往要用手工去做 但如果今天你用Dynamo去執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直接可以用Dynamo去幫我們把整個室內裝修的模型跑出來 那這種模型的話它就會涉及到一些區域邊界的辨識 那裡面的圓鍵模的厚度阻態 以及Offset的便宜的位置的判定等等 好 它跑出來之後 它已經先幫我們把整個地板完成了 我們的Flow已經整個做完了 那Flow其實是用房間的一個邊界去做 所以其實它的複雜度沒有特別的高 好 Wall的部分 把裝修牆面的部分我們也繼續把它做起來 好 稍微執行一下它整個牆面的部分 裝修材質大概都幫你做上去 包含涼的部分都幫你包起來 那這還是涉及到一個判定 就比如說磕燈窝的部分如果不上 然後住著的地方怎麼去包等等 那像這種就是說 假設你把結構體建置完成的狀況之下 我們應該很快的把裝修的整個訊息都可以處理出來 好 那或者是我最後再播放一段 在台灣有一個行政上的流程叫做 執照圖面 執照圖上面它需要去做一些容積 或者是面積上的一些排序跟計算 那過往都是要做變號標準的dimension 以後再把它寫計算式上去 那我們這邊也是說 如果我今天已經把一個平面 二維圖的部分我分割完畢之後 過往大概就要自己去把這些數字 一二三四流水號這樣變上去 但今天如果我們用dynamo的順序上來講 第一個我們可以針對area這個部分來做一個編碼 那dynamo裡面編碼的方式其實 YouTube上面教程非常非常的多 那但是你會注意到過往他們叫做 這個叫做point分割式的這個編碼 客服分割的編碼其實會非常非常的慢 那我們這個是已經比較改良的了 所以它這個客服可以不用透過所有的area 它只要約六滑過去就好 不用透過所有的 然後讓它進行執行之後 它所有的number自己就跑上來了 那如果你發現這個六號跟七號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順序是錯誤的 那你可以把七號的這個center的部分 稍微去調整它 然後再按執行 它七跟六會對調 可以照你的意思去排整它 那當我們整個number去編制完畢之後 接下來的工作的話 我們需要去做邊界的標定 因為這樣子在做政府官員在做審批的時候 他們知道說我們這個數字寫得準不準 所以的話這邊開始就 如果過往的模式就是 你需要有一個人去開始去標它 反覆去標定它 但今天如果我們在使用dynamo的時候 其實也很單純 我們把所有的area的邊界都選起來之後 直接執行 它可以把我們的dynamo一口氣全部上上去 它把我們的model curve 直接反映著我們的dynamo的部分 好 這個數字就完成上去了 當然會有些重複或者是有些重疊的部分 大概你們再整理一下就可以使用 那最後一個的話 在台灣的審批有個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它需要把譬如說這個區域它的面積 它需要寫個計算師給它 它這邊就要寫2.75米乘以17.12米這樣子 的計算方式 然後最後再把它那個面積寫出來 好 那過往這件事情都是需要 然後從業人員用計算機不斷去作業 類似像這樣的作業 那今天假設我們一樣是使用dynamo的狀況之下 它可以幫我們把整個揉成區域的整個空間的訊息抓起來 然後瞬間把計算師整個寫上去 所以到我們審批在做面積跟計算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因為我接下來來講的部分 我回到簡報這邊來做個結尾 剩一點點了嗎 OK 剩一點點 OK 剩下的感覺 3、5、1、2、3 5、3、5、3,5、3 再回到我们专业三角商来讲的话 刚刚我们发现到说 病的作业产出跟它的成本 其实都是会增加的 但如果今天我们使用Dynamo的方式 我们让病的整个价值去增加 Dynamo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价值 相较之下 它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 我们就可以来有相同的使用 再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原来的一个产出的 一个专业三角来讲的架构是这样 但是从Dynamo第一个 它产出增加了 然后它费用消失了 我想单纯的病 它并没有办法让我们产业生计 因为它耗费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机械化 把逻辑性的事情交给了 二次开发或Dynamo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释放出来我们的专业 所以Your design and the dynamo is more powerful 我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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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